你在干什么 我不过才去你舅舅家一趟 你跟这臭小子就混在一起啊 娘 阿姨啊 不要叫我 娘 你别这样嘛 你呀 你怎么这么傻呀 从小到大 我连一个碗都舍不得让你洗 你现在居然为了这个臭小子 说什么要去学烧菜 你是想活活把我气死是吧 娘 我总是要嫁人的呀 是不是 就算要嫁人 我也不会让你做家务的 我 阿姨啊 我已经和路遥说过了 将来呢 这些家务是扫地啊 做饭什么的 都由我娘来做 嗯 你呀 我 你这个臭小子 你娘把你辛辛苦苦 从小养到大 你居然说所有家务 都让你娘做 我要是你娘 我不是被你气死 就是活活撞死 是啊 我也这么认为 你也同意我说的是吧 同意 你听到了吧 家萍她娘 不可能为你做任何家务的 如果你让她们两个交往 家萍说的事 我都愿意做 你说你愿意做 嗯 我才不相信呢 我才不信你会这么好心 我 我是不可能把路遥 嫁给家萍的 要是被你虐待 那怎么行啊 你 你 你别过来啊 我可是不怕你的啊 你 娘 只要你愿意把路遥嫁给家萍 我以后会一个人生活 我不会去管他们 甚至不会跟他们要钱 娘 您怎么 我是认真的 也包括你啊 娘 这 这是真的吗 你真的会这么对我呀 如果是这样 你愿意让他们两个交往了吗 我这刚吃饱饭 就在这看了一出好戏啊 我说啊 你们就赶紧把婚结了吧 只要你们一结婚啊 我就有喜酒喝了 是吧 娘 你看 你都听见了吧 我呀 我是真的想跟家萍交往的 是 我还是不相信这个女人 走 跟我回房去 走 娘 家萍 小子 你站住 你呀 刚才稀里话都说了 这事啊 就交给他们针出去吧 你看看 你娘对你多好 以后你结了婚啊 更要好好孝敬她 知道吗 放心吧 湛大爷 我一定会好好对我娘的 这就对了 娘 我觉得你对大哥真好 但是对姐姐呢 就叹那么一点 你再说 以后家务都让你来做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干吗去 娘跟你说话听到没有 怎么回事 娘 这孩子已经大了 你要拦能拦得住吗 她是我生的 我怎么拦不住啊 是是是是 她是你生的 可是她已经大了 她有自己独立思想的空间呢 而且她是个大学生 再说了 咱们家郑定 什么时候让你凑过心啊 就这个时候最让你操心 走走走走 娘 您为我操什么心啊 就像爹说的 我已经长大了 我做什么事情我自己清楚 是是是 你是什么都清楚 就唯独你自己感情的事情 你一点都不清楚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和感情 你越是阻拦 我 越怎么样 越跟你老娘唱反调是不是 来来来来 蓬莉啊 咱儿子没给你唱反调 他已经大了 他心里有喜欢的对象 那就让他去追嘛 你想想年轻的时候 我追你的时候 你们家人不也反对吗 后来你不还是嫁给我了吗 那不一样 我那会儿就料定 你将来肯定会分黄跟达的 怎么样 你现在不是人模人样了 那他看上的是什么 我看上的是一个女大夫 女大夫 弘厉啊 你看 这任东啊 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 从中医大学毕业的 也会拿到行医执照 将来会成为咱们杭州城 第一个女大夫 这多正脸的事啊 你想想看 是不是这样 哎呀这个我知道 可是我想想 哎呀你给我站住 哎 正定 正定 不 你怎么来了 正定哥哥 正 哎呀 强威啊 阿姨 叔叔 哎 正定正要去找你呢 哎 你别瞎胡说好不好 强威里头坐啊 快到里头坐 阿姨叔叔 真的不用麻烦了 我就是想找正定哥哥 说两句话 哎呀 那行 你们两个好好聊 哎 正定 你看 强威要找你说话 咱们去走走 阿姨再见 叔叔再见 哎呦 你看看 我说他们两个很单配吧 我说弘厉啊 就别在这儿瞎搅糊了好不好 万一你儿子一生气 到庙里剃了头当了和尚 到那时候 我看你怎么办 当和尚 当和尚 好好的我儿子当什么和尚 你怎么了 满面臭容的 我爹今天到学校了 怎么了 我 我现在功课实在太差 学什么都学不进去 看样子 我真不是读书的了 别这么说 你绝对是读书的了 只不过你选择了一个 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 所以你才会无尽大财 没有心情读书 正定 你觉得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 叫行行出状元 其实我知道 你心里一直喜欢 服装设计专业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坚持 自己的梦想 每一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总是来麻烦你 本来心情不好 但是和你聊完以后 我的心情真的就好很多了 正定哥 谢谢你 好 姜妹 别这样 陈正定 寒冲 你小子果然脚踏两条船 你在说什么 我说你脚踏两条船 没关系 从现在开始 我也要认真地追求人动 韩冲 韩冲 正定哥 我还有话要跟你讲呢 不行 我现在必须要跟韩冲解释 你先回去吧 韩冲 正定哥 正定哥 你小子 你小子 你干什么 你这是谁啊 住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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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你快等着 等着 韩冲 别追了 怎么样 没事吧 被打了几下 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的话 我就被打惨了 我追你 只是想跟你说清楚 没想到你被人袭击 对了 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想 除了房城 应该没有别人 算了 不提了 你追我干吗 我是要郑重地告诉你 我今天安慰强威 是因为强威被她爹骂了 她没有地方可以说 所以只好来找我 但是请你别误会 我臣正定 绝对没有脚踏两只船 从你的眼神里面 我能看得出来 你对忍冬非常专情啊 是的 那请问你从我的眼神中 能否看出来 我对忍冬也很专情啊 我看得出来 你很喜欢忍冬 可是 别可是了 陈正定我告诉你 我前面说的话算数 从今天 从这一刻开始 我要非常认真地 追求忍冬 好啊 就算你追求忍冬 我也绝对不会放弃的 好 那咱俩来给君子约定 好 不使阴 不使诈 咱们公平竞争 一言为定 对了 你有没有查到 杀害王叔叔的凶手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其实案发那天下午 我碰到了房叔 什么 他正好开车 从我面前经过 你看到房成 那这么说 房成不在场的证明 就不攻自破了 而且很有可能是凶手 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呀 我怎么说啊 我只是看见他 我又没有人证 又没有物证 万一他说我 是因为离职怀恨在心 那我更加说不清楚啊 你说的有道理 如果真的是房成所为 那案发的第一现场 会不会在这药厂里 郑定你说的很有道理 很有可能 韩冲 这件事情 先别告诉任督 我怕他担心我的安危 担心你的安危 大哥 他也会担心我的安危 好吧 好了 这种事情你还要计较 担心我们两个的安危 总可以了吧 这还差不多 那我们好好想一想 高老板 你要这样说就没有意思了 你非要用韩冲是吧 那行 咱俩的生意也别做 忘了呗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我们都已经抓到那小子 打一顿了 没想到来了个人 把他给救了 你们 行了 你们俩先下去吧 让我想想 是 走 韩冲这小子 非除掉他不可 刚才和古风 在帮老太太检查的时候 我发现老太太的脉象 越来越好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 老太太好像受到了 什么惊吓 不愿开口 也不愿睁开眼睛 再想办法吧 总得活动活动筋骨 再这么下去 你啊 我的骨头都要散架了 那不是薔薇吗 这个时间 她应该去上课 她在这儿干什么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回事 好好地上这课 你又告诉我你心慌不想读书了 到底怎么了 书读不下去了吗 怎么好端端地读不下去了呢 千尾 你现在必须得好好地念书 认真地做功课 你知道吗 你就知道让我念书念书念书 可是我现在明明就在读 我自己不喜欢的书 你让我怎么也有兴趣读下去吗 你什么意思啊 难道现在 又不想读中医大学了 我本身就不喜欢 本身就没兴趣 我怎么读得下去啊 而且我很努力地在念 很努力地在记了 就是没兴趣嘛 根本记不住什么药 能治什么病 我快崩溃了 乔尉 别心慌镇定一点啊 只有你好好的读书 才能早一点继承骨架的家业呀 你知道人都跟我一般吗 你知道他有多优秀吗 而且每次老是问的问题 他总是第一个对答如流 再看我呢 我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记不住 而且每次看到忍东 我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愧疚 你有什么好愧疚的 你根本不用这么想 你看谷家现在什么样子 古老太太一病不起 我相信古风为了救治她 肯定也一蹶不振 到时候 你就可以提早接受谷家了 你就不要再让我接受 谷家的家业了 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 我清元堂 清元堂如果到我的手里 一定会毁了的 不行 我不想做谷家的罪人 就算你不接受谷家的家业 你把它变卖的总可以了吧 到时候就会有很多家产了 行了 你别说了 第一件事情 你就好好地念书 第二件事情 你把他们给我监视起来 有什么东西 及时告诉我 知道吗 我读不下 我心里害怕 我真的好害怕 我根本没有办法面对我奶奶 别说了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环境 张口奶奶 闭口奶奶的 赶紧回去上课吧 你已经旷里接课了 别引起他们的怀疑 还有 万一校长给古大夫打电话 那我们就麻烦了 快去 来 冯叔 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 坐坐坐 不着急 先坐啊 服务员 我还是不在家 我去电话 给你带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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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到啊 你小子想把我灌醉还是怎么着 我把您灌醉 您开玩笑啊 以前出去谈生意 都是我醉在您的前面 是不是啊 好 那今天让我看看 你酒量有没有长进 来 来 舍命赔君子 镇定 你一定要快点找到证据 来 行不行 来来来 说实话 我的酒量跟您相比还差那么一点 我根本没赶上您啊 行 你要这么说啊 我还就给你喝一个了 来 方叔 我相信你赶不上 你先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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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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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不是杀害王妖的第一现场 但是作案凶器和证据很有可能就在这里 您怎么喝这么多啊 韩忠我跟你讲啊 我是一直非常的看着你 我真的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 重新回到公司为我做事 等到王叔我退休了 你这接我的面 接我的面 方叔 你真的是喝多了 你听我说啊 我已经在高老板那边赶活了 要是再回来 这高老板那边也交代不过去啊 有什么交代不过去的啊 那高老板 高老板那怎么了 方叔 我告诉你 你可是我在陪的 高老板 对对对 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那就是不懂行规 不地道 对对对 不地道 不地道 你只要想回来 你放心 我就想办法 再把你弄回到公司啊 好 好 我再想听 您没事吧 没事吧 方叔 没事 没事 没事吧 韩忠 你 你听我的 我就觉得你跟强外最完美了 你俩才是天生的一对 好好考虑考虑 方叔 这 这个事以后再说吧 来来来 我送您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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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走 对对对对 走走走 韩初 他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怎么一点线索都没有 clapping contob% blues 快product 走 到底行不行啊 爷爷没事 没事 没事 ordum 您是不是喝多了 要不我送您进去吧 不用 我对可以 回去吧 真没事啊 真没事啊 你回去吧 那我走了啊 走走走 再见 我想这么久的时间 郑弟应该已经离开了吧 韩冲 远东 我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我之所以拖住房叔 就是让郑定 去调查你爹遇害的相关证据 如果房叔真的是凶手 一定会留下某些凶器 或者是别的线索 可是这么做太冒险了 万一被他发现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任东 刚才我故意大声说话 就是为了告诉郑定 这会儿啊 他应该已经回家了 可是 我担心他被发现 不用担心 公司我也很熟 我也告诉郑定 怎样避开门卫的视线 明天我们会见面的 前面就到家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早 早 我走了 自己 你也早点休息 这 这什么地方 我怎么会被绑在这里啊 救命啊 有没有人啊 你 是你 是你 没错 是我 刚才不是喊救命吗 喊啊 继续喊啊 就算是你喊破了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赶快把我放了 把你给放了 把你给放了 那我为什么要抓你啊 你 陈正定啊 我恨不得杀了你 我凭什么要放你 行啊 臭小子 敢火同寒冲 一起来耍我 行 那我今天就要你付出代价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不是要走吗 那今天我就送你走 不要 不要 姐姐 你怎么了 对啊 是不是做噩梦了呀 姐姐你去哪儿啊 姐姐你去哪儿啊 这丫头是怎么了 不知道 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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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大嫂 荣华 郑爹有没有来过 我一早起来做饭 没有看到她来啊 我说的不是现在 我说她昨天晚上 有没有来过这儿 昨天晚上 对啊 没有啊 她怎么了吗 郑爹一夜未归 我 我担心她出了什么事啊 她一晚上没回来 那她有没有告诉你们 去哪儿啊 阿姨 叔叔 任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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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看到郑定啊 郑定不是平常 最爱找你的吗 你知不知道她在哪儿 阿姨 你是说郑定哥 昨晚一夜都没有回来吗 任冬 你是不是知道她在哪儿啊 她可能跟韩冲在一起 这样 我去问问韩冲 你们先别着急啊 麻烦你了 先别着急了啊 我走了 郑定她上哪儿去了 郑定她上哪儿去了 奇怪 我娘的脉象为什么这么紊乱 难道她在昏迷的时候 遭到了什么刺激吗 古方 就算是刺激 我觉得也是好事 你看 老太太脉象 现在虽然有些混乱 但她表示 她这儿啊 是思维活跃的 这样一来 岂不是离痊愈就不远了 先别走 好 我有话要跟你说 古方啊 我觉得 房成和强威像有什么事啊 房成和强威 他们怎么了 我怀疑啊 他们直接有秘密 怎么说 昨天上午呢 这强威没有去上课 我看见 她和房成 在弄堂里面 嘀嘀咕咕着什么 她没有去上课 那 他们说什么 当时呢 我怕他们发现 我没敢靠太近 我隐约听到 他们好像在说 强威的学业 还有继承 古家家业什么的 对了 还说了一会儿 老太太的事情 可能是她最近 学业不是很好 我说了她几句 她可能有压力 所以去找房成诉苦吧 据我平时观察啊 那强威对房成 是爱搭不理的 什么时候 他们变得这么亲密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我觉得 你想太多了 好吧 就算是我想太多了 但是我提醒你注意一点啊 免得将来出事了 才会回 好了 我还是先回去 照顾我娘吧 这房成和强威 到底什么关系啊 上次我收到王耀的时候 强威居然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这中间 一定有什么秘密 好 那就中午 好 那就中午 韩冲 韩冲 任东 你怎么来了 昨晚正定哥 一夜违归 我们都担心死了 现在也没有他的消息 你昨晚有没有见到他啊 没有啊 我现在还想去找他呢 怎么办啊 叔叔阿姨都急死了 他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不会是还在房叔的制药厂吗 这 这 这 跟我来 韩冲 陈正定 你们这两个臭小子 竟然敢跟我玩这一套 还嫩了点 陈正定 陈正定 任东 怎么了 知道过来认亲爹了 正定哥在哪里 正定在哪儿 这我哪儿知道啊 你们不经常在一起吗 你一定知道 这陈正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真的不明白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恐怕 你是心知肚明 故意掩饰吧 任东 你要是来认爹的话 我很开心 如果你找陈正定的话 你应该去他家找才对啊 你 正定昨天晚上来了这里之后 就失踪了 所以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什么 不不不不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正定来我这儿偷东西了 他 他 好 就算你不承认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死死地盯着你 如果正定哥出一点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任东 你这是跟亲爹说话的态度吗 请你不要侮辱爹这个字 我们走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王 神 东 这可是你们宋哥自找的 就不用怪我 你先别着急啊 咱们再问问看好不好 强威 强威 你有没有看到郑定啊 郑定有没有来过 没有啊 他没有来过 没来过 没有 这怎么办 郑定上哪儿去了 能上哪儿去啊 阿姨 你先别急 到底怎么了 郑定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 我们派人去找 结果没有找到他 那你便不到 任东那儿去看一看啊 他说有可能郑定 跟他韩冲在一块儿 我们去韩冲公司 结果这两个人都不见了 郑定现在能到哪儿去啊 你也没回来 说不说 说不说 方大白 说不说 等等 说吧 陈正定 大晚上的偷偷溜到我办公室来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呀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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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还挺硬是吧 不说是吧 不说我就让我的手下继续打 值得把你打死为止 说 就算你打死我 我也不会说的 你不要觉得 你做这些坏事没有人知道 我昨天一夜未归 我爹娘一定会找我 到时候你要是敢乱来 警察一定会找到你把你逮捕的 笑什么 我让你太可笑 太天真了 我实话告诉你们 韩冲和忍东已经来找过我了 而且啊 他们还口口声声说 你一定在我这儿 但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证据 怎么着 最后也是无骨而终 兴兴然摸着鼻子走人了呀 你 你可别忘了 偷偷溜到我办公室的人是你 如果我把你带到警察局去 那些警察可没有这么仁慈啊 你这犯的 可是入侵罪 再加上一个盗窃罪 对了对了 我记起来了 你好像学的是法律吧 那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还懂啊 是不是 你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 给我好好的狠狠地打 直到打到他 说出来我办公室的目的为止 明白了吗 是 说不说 说不说 说 说 说啊你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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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东 好了 你着急也没用 你呢 先回去 我和佳萍会一起去找郑定的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现在我们在外面 怎么找郑定哥都找不着 他万一在房城那儿 你说他会不会 你说得没错 所以明的不行 我们直接来按的 按的 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让佳萍在门口候着 今天晚上多叫几个人过来 一起前进去找郑定 那我也去 别了 你一个女孩子家 反而会添乱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郑定找出来的 行了 行了 你先回去 一有什么消息 我会立刻通知你 那你快点去吧 郑定哥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啊 听他们这么说 难道郑定在房城的手上 这 我只不知 那么我们就已经 如果你的什么 你怎么会有 你怎么会有 陈威 你怎么过来了 没事 我就是来看看 陈威 这是我办公室 有什么好看的 来来来来快坐 坐 坐 怎么样 这两天老太太那边 没有动静吧 没有 我就让你放心吧 只要你完成学业 这骨架的家业 很快就是你的了 王老板 那小子真不精打 才打几下就晕了 站住 郑丁是不是在你这儿 郑 郑丁 郑丁怎么会在我这儿呢 那是谁 你带我去看 郑威 小孩子不要缠和大人的事情 可是郑丁不见了 所有人都说他在你这里 你 你难道连我也骗吗 你 你 你带我去看 否则立马走人 行了 快出来 郑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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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醒一醒啊 你别吓我 你醒一醒啊 郑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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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在这儿 你为什么这么对他 浅薇 我也不想啊 他还是我大哥的儿子呢 可是我也没想到 他昨天晚上悄悄溜到 我办公室里面偷东西 正好被我手下给抓住了 我能怎么办 不可能 郑丁哥一定不可能偷东西 一定有别的原因 我问过他了 可他打死也不说 你说他跑到我办公室干什么 我 郑丁哥 你快说话 你说 你来他办公室 绝对不是偷东西 一定是有别的原因 是不是 你说话呀 为什么不说话 你说句话呀 郑丁哥 前卫 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吗 这就代表他没用 他到我办公室里面偷东西 等等 无论他去你办公室是做什么 我都求求你放了他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放了他吧 好吧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先放了他 不过陈正定你给我听好了 你必须自己签一份 你偷偷溜到我办公室 偷东西的签字证明 否则的话 如果你到警察局 反咬我一口来伤害我 我就得不偿失了 我不签 我根本就没有偷你东西 我为什么要签 你可以不签 不签是吧 我现在就到警察局去 把你的所作所为 跟他们说清楚 不行不行 不能送他去警察局 他还是个学生 他要是进了警察局 会留下污点 一辈子就毁了 别这样好吗 强威 你刚才都听见了 不是我不想 是他不愿意签 我能怎么办 不可以 不可以 好好 陈正定 看在强威的面子上 我再问你一句 签还是不签 我不签 听见了吧 行不签是吧 我现在就去警察局告你 不行 不签 我劝他签 我劝他签 正定哥 你就签了吧 你要不签 你这辈子的前程 就给毁了 你就算不为自己想 那也总得为你爹 你娘想一想吧 他们养育你这辈子不容易 你要是毁了 陈家月毁了 你忍心看他们伤心难过吗 看那时的你 说着梦想和纯洁的心 回到初见的餐厅涌出回忆 就这么哭着离去 多可惜 你说 看清自己 我为了你 才选择放弃 会遇到更好的人勇敢下去 此此此此此在我心里才觉悟 你离开后我才懂得你留下的温存 我不 值得你继续 我不 值得你继续管 留下的泪 多希望还能够轮回 你那紧紧锁住的眼眉 衬托我多卑微 你离开后我才懂得你留下的温存 我不 值得你继续管 我不 值得你继续管 请你忘记我 满藏尽的远方 别再太认真的天真 别再太认真的天真 不变成